1 2 3 再来啊 我的名字叫拳击手 一个为了向冰霜巨人复仇而活着的男人 在战友兵的帮助下 我在王都开始了修行 此时王都的丞相 与我在决斗场送出为代价 告诉我关于冰霜巨人的真相 这场八人参加的比赛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人中有一死 我也一样 但这绝不会是今天 欢迎收看HappyDone 不是 困兽之斗 我是本场比赛的结束 原言当中 我们次比赛的参赛八人 都是被统缉令悬赏的罪犯 而今天比赛的规则很简单 将于悬赏金额最低的罪犯 挑战金额第二滴的罪犯 甚至继续挑战金额第三滴的罪犯 以此类推 最后的胜者将成为冠军 同时 他也是唯一能活下来的人 那么第一场比赛将有 悬赏五千的拳击手 对阵悬赏一万的火枪手 诶 等一下解说 怎么公平 啊 怎么了吗 他为什么有枪啊 规则就是这样的啊 那边还有拿大炮的呢 我他妈 算了 他有武器又怎么样 在以为抗改枪 你他妈来真的 该死 手又再多了 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 你就是废物之道 你这手新兵一无是处 是的长官 打宝 看着我干嘛 诶 你在干什么啊 给我围着场地跑十圈 是的长官 我的名字叫枪爪 刚才那个是我的魔鬼教官 体罚 责磨 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一直在忍着 想着再忍忍算 再忍一段时间就好了 直到那天 你他妈要是再打不住 就把你那破枪热算了 不行 那是我爸生前留给我的 蛤 那你真是给你爸争光了 对不起长官 你这种人怎么受得了战场啊 把枪给我 这辈子都别想再摸他了 不 不 快给我 不行 我在命令你新兵 快给我 小死是吧 我都说了不给你了 从那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逃亡 直到有天遇到了他 我的名字叫月事 离我远点 不然当时我一枪毙了你 你现在还对教官的事情刚刚愉快吧 呃 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你杀得的教官 可是你父亲生前的战友 他对你的严厉 也只是恨铁不成钢吧 你胡说 你当然可以这么认为 但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以及要获得冠军 我都可以告诉你 哎 你在那发什么呆呢 我才是敢死的那个人 现在不是你恰会的时候 哼 给我挣扎着活下去啊 现在是你帮别人的时候吗 我要把你的拳头刻下来当手势 做得到的话就来了 不会这样就不行了吧 哼 与你的弱区位相比 应该还是我的拳头更应一样 瞅瞅 在我雇佣兵面前 你还是愣了几分 贵钱买命 就不要说叫别人了 哼 倒是有几分本事啊 到地狱最硬去吧 我杀人很少的 你不要过来啊 闭嘴 又要拳击手 又见面了 我上次竟然没打死 要不是你我会沦落至此 乖乖受死吧 你也该吃点苦头了 帝国的走狗 去给我好好反思一下 你是不是听了吗 我下转了 我下转了 你是不是听了吗 我下转了 对我面对你